大家好 以前的课程中介绍过青牛云CDN 这次不会再重复讲操作了 想看操作的同学 请看青牛云CDN那个章节 在这儿我先过一遍青牛云CDN的工作原理 青牛云的CDN比较特殊 它必须搭载青牛云存储这个产品才可以使用 这点有点像阿里云的OSS存储加CDN的解决方案 还是以我的网站archia.cn为例 首先需要创建一个二级域名作为加速域名 比如img.archia.cn 然后再把这个域名解析到青牛云 青牛云会自动把站员archia.cn上面的小文件内容 同步到青牛云存储空间上 用户在打开archia.cn这个网站时 小文件比如图片css.js 会从青牛云CDN上面去加载 可以看到这些文件的域名是img.archia.cn 而其他的文件是从站员archia.cn这个域名上下载 用浏览器的检查工具分析 可以看到我们在打开网站首页时 网站的服务器和青牛云的服务器 会同时给访客提供服务 青牛云服务器上的资源会多一些 青牛云的这种方式需要搭配wordpress插件才可以使用 具体的设置界面和操作方法 请看我们之前录制的教程 这次我给archia.cn这个网站用上了阿里云的CDN 阿里云的CDN的工作方式与青牛云不同 它比较常规 反而它与很多免费的CDN做法是一样的 阿里云CDN它是依靠主域名直接做解析 比如我的网站主域名是archia.cn 以前是解析到阿里云的ECS服务器上 现在要解析到阿里云的CDN上 解析生效后 用户在打开这个网站时 阿里云CDN会自动分配资源给访客 让访客从网络比较接近的CDN节点服务器上 去下载archia.cn网站里用到的那些小文件 比如图片CSSGS 不必再从站员 也就是archia.cn那台ECS服务器上 去获得小文件 CDN肯定是比ECS服务器要快的 而且兼容性覆盖面更广 这种做法相当于是全站覆盖加速 这种方式也不需要用Wordpress插件 但是会产生费用 上面是工作原理 下面再说说费用 我的archia.cn这个网站使用了SSL加密 这个加密证书是免费的 宝塔可以申请 阿里云也可以申请 七牛云都可以免费申请 为什么要说SSL加密呢 因为SSL加密 它关系到CDN的费用 举个例子 七牛云的CDN和七牛云存储服务 这两个产品起步都是免费的 CDN是每月送10G的流量 超出部分才付费 流量小的网站几乎可以免费蹭流量 七牛云存储10G以内也是免费的 一般的小网站放几个都没问题 阿里云的CDN起步都是收费的 可以先使用后付费 也可以买资源包再使用 两种方式的价格差不多 100G的流量每年是20块钱 以上说的都是不带SSL加密的CDN的费用 如果网站是SSL加密的情况如下 七牛云的SSL加密的CDN是付费的 每月10G币的免费流量并不适用 每G币0.28元 算下来100G币是28块钱 阿里云的SSL的CDN 除了上面提到的标准CDN流量费之外 还需要额外支付SSL加密的费用 这个SSL的费用是按照请求数量来计算的 1000万次的请求 一年的价格是40块钱 那么阿里云的CDN加SSL加在一起 每年是20加40等于60块钱 这个60块钱只是个起步档 如果流量超了或者请求数超了 还会在网上加费用 阿里云国外CDN的价格比国内CDN的价格要贵 如果你的网站是全球加速的话 有外国人在国外访问 这个流量费是比国内的CDN流量费是要高的 也许有些同学还不是很懂 再举个例子 比如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放在了CDN上 如果是七牛云的是免费的 如果是阿里云的CDN 要走100GB20块钱的流量包 这张图片如果换成这个网址 前面带https了 如果这张图片在七牛云的CDN上 是按照每GB0.28元收取 如果是阿里云CDN 要走那个20元的流量包 并且要叠加那40元的请求付费包 这么算下来 阿里云要贵一些 具体贵多少 要看网站的实际流量 先跑几天看看再说 阿里云和七牛云 这两家厂商的CDN速度 我感觉差不多 其实我的ECS服务器也很强悍 两核心 8G内存5兆带宽的速度也不慢了 至少说我在北京访问网站的速度 加不加CDN没有明显的变化 CDN的用途更多是满足 不同地域的用户访问网站 网上有很多测试网站速度的工具 我感觉这个数据仅供参考 实际不大 不同地区的真实用户访问才是重要的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如果网站用的是 依照带宽的ECS服务器 和5兆带宽的ECS服务器 同时使用阿里云CDN 哪个速度更快些 阿里云客服务给我的答复是 CDN命中的文件下载速度是一样快 如果从原站下载的文件 会有1兆和5兆带宽的区别 CDN这东西有条件就加一下 不推荐纯免费的CDN 加了CDN 通过GTmetrics网站检查 可以加分 可是悲催的是 我的阿里云CDN 无法被这个网站识别 CDN那一项照样扣分 即使切换成全球加速后 GTmetrics仍然无法识别到 阿里云的CDN 可能是我这个网站个案吧 这节课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下次可见 imu Hopefully sencia